英文程度不差 可是碰到外国人 他们讲话的语速 是不是快的 让我们听得一头雾水啊 大家好 我是赖士雄 哈喽大家好 我是Jennifer 这次我们跟Yoga合作的 赖士雄英文听力 KO各种情境课程 将带着大家一起突破 英语学习者常见的 听力盲点 不光是如此 我们在教的课程中呢 一定先从基础的饭听开始 然后到进阶的经厅 把所有的关节一一打通 让大家在听力的方面 可以跟外国人比 英文学得棒棒的 教完饭听与经厅之后 我们也会介绍许多 垂手可得的听力自学资源 让大家学习如何 系统系的学习 当然了 接下来我们就会做实战 这样的一个练习 也就是在经厅的部分 我们会教大家实际的 在母音 也就是原音 它们的区别像 A Bad 等等这些发音 同时更重要的一点 是我们在教大家 句子的连读 像 Did you Did you do it Do it 而不是 Do it 你念念看 Do it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都会一一把这些绝活 教给大家 让每个人的发音 像一个 native speakers一样 也就是跟外国人 母语人士 他们讲的是一模一样 把这个口语学的 Burr棒的 听力也是呢 Burr了解的 课程中 配合我的自学音语的心法 以及特别注意 Jennifer老师的嘴型 她的示范 In this class You will learn about phonetic symbols Linking Various kinds of pronunciation challenges And even how to deal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accents 你在这堂课里头 会学到的这些音标符号 包括联音的部分 还有包括各种不同的音调 这些音调呢 就是从来自于印度啦 或者是菲律宾人啦 他们讲的这些话 比如说 I'm from the Philippines My country is very beautiful 你也听得懂 或是 I'm from India 或来自印度 You know In my country English is very important 它就会调的 这个调子会上扬的 所以我们是全方位地教大家 在发音部分呢 让大家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境 这样才可以把英语学的 是听力的部分 还有口语的部分 学的Burban的 好 我们欢迎大家 一起跟着我们上课 学很多东西 学得好 学得多 学得精 学得更棒 Connect yourself to the world 知悟难 学得每个人 job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